我们的主角了 冯潇婷 我给大家列举一下冯潇婷 两次亚冠联赛冠军 两次中国足鞋杯的冠军 七次中超联赛的冠军 而且还是亚洲第一中后卫 并且最重要的国足第一段子手 对不对 国足一般都是段子素材 但是人家就变成了段子手 这印证了一个什么道理 酒并成良一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不踢足球讲段子的冯潇婷 大家好 他们统一的口径都是 没事 肯定不会吐你很深的 刚才听完我差点吐血你知道吗 太狠了 我是冯潇婷 我是国足队长 有人说国足队长和美国队长都差不多 都是背锅的 但是我想队长应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是我跟美队也不一样 我不甩锅呀 直到大家最近对这个世界杯都特别在意 老有人问我 说你对世界杯有什么感觉 我能有什么感觉 我又没打过 很多人说总觉得我们这个运动员没有什么文化 有一次记者采访我 说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说我说看书 记者说你好好说话 运动员看书怎么了 赵少康还教书呢 为了让自己更有文化一些 我确实经常看书 但林丹大哥就不一样了 不用像我这么费劲 直接去大学买了一个硕士文凭 林丹大哥世界冠军 多少块奖牌 64 那个世界冠军 最近因为欠星的问题 跟那个俱乐部打官司 相比之下 我们许老板就不一样了 不仅不欠星 还总发奖心 三次了 算了算了 我怎么有个这么好的老板 继续继续 林丹大哥 你看刚才看到了 林丹大哥就是大球有个特点 就打一打就生气 一生气摔拍子 摔一个换一个 摔一个换一个的 霸气啊 还有那个痛快啊 那我们足球运动员就不行 只能摔自己 真的 只能摔 摔不好才败潘甲斯外 我和黄建祥老师 有一段渊源 05世青赛 在荷兰 我跟梅西 一起被评为十大新型 真的真的 十大新型 然后 我做证 当时黄老师就 特别热情给我打电话 说小冯 那个 我这帮你运作吧 咱们这个 我可以帮你到德国踢球 你想不想啊 我特别激动 那么大一个激动 我说好啊黄老师 可以我想啊 当然大家结果我也看到 没成功 黄老师 我哪知道你这么不行啊 早知道我去找刘建宏老师了 去年我组织了公益赛 助攻未来 是帮助孩子们的 我邀请了黄老师 一起来参加 黄老师特别有爱心 非要给孩子们捐鞋 而且还都是他试穿过的 穿了好几年 关键是都是43码 大家想想啊 就是都是七八岁的孩子 穿着43码的鞋 你像踢手那什么场景 满场飞鞋啊 所以去年就没捐成 黄老师说他不放弃 今年还要继续捐 一定要找到 穿43码鞋的孩子 今天公益赛 我还邀请了密斯 这么漂亮 虽然密斯不会踢球 但是你可以给我们解说呀 毕竟你解说的身价 比他们都贵呀 过来还可以就是 捐点这个东西 键盘 鼠标 耳机啥的 这个用过的都没关系 哪怕是捐点游戏里的装备 也比43码的鞋强啊 熟悉你们玩电竞的人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有一次我玩那个英雄联盟 玩盲僧 就是一不小心 把那个一脚 就把对方刺客 就踹到我 我方老家了 然后我们就全都挂了 就去团灭了 这时候就有个人说 哎呦我去 你是国族的吧 这都被发现了 这都被发现了 当时我就不高兴了 打游戏就打游戏 怎么还各样人呢 张腾岳老师 走进科学的主持人 里面有段话 我非常熟悉 河中生灵 神秘死亡 下游居民得上怪病 沿岸植物不断变异 是残留农药 还是生化攻击 敬请关注 今晚走进科学专辑节目 国足在河边洗脚 我没说过 我没说过 张腾岳老师 每次看到这个段子 我非常生气 特别特别生气 完全是污蔑 居民得怪病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国足有严格的规定 不能随便出席外面洗脚 米斯 国足书球网上出现很多段子 嘲笑我们 我看了就是 又好气又好笑 就是看到大家国足 这个段子写的那么好 我很惭愧 所以 我决定 努力 学习写段子 一写就是一个通宵 就是希望有一天 能够证明 球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踢 但是段子谁不会写 总有人说 中国13亿人 找不到 11个人会踢球的 其实中国踢球的孩子 真的特别少 愿意把足球 作为职业的就更少了 说这些话的人 其实如果你们自己 愿不愿意 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踢球 我这只手 骨折锅两次 做了四四手术 第一次在04年的时候 断过 然后之后没长好 07年又断了 当时在球场上 直接断成S型的 这个胳膊 特别恐怖 我队一上来就大喊 大家都别动 让我看断没断 大哥 都S型 你还让我怎么断呢 这次伤病 差点毁了我的职业生涯 林丹给你 伤病是足球对移动员 不可避免的 那么 幸好 最后呢 只留下一道 长长的伤疤 这就是职业足球的风险 这是男人的伤 这就是 我的胳膊 这些年 我在努力踢球的同时 也在做一些公益活动 给孩子们建场地 然后捐一些 合脚的球鞋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热爱足球的孩子们 能够有机会参与到我们这项运动 我们这一代的球员非常努力 现在已经和世界杯非常接近了 相信未来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进来 中国足球一定是世界杯的常客 我是停哥不是停姐 我有一个梦想 中国足球走向世界 谢谢大家 我是冯耀廷 我是冯耀廷